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橙子姐姐 今天橙子和我们的鸡狗狗 一起给大家带来新版本的爆料 雷霆之怒这把枪小鸡 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鸡 这次我就不多读一个鸡啦 不是,你不是平时开场吗 我是你们开的小鸡 后面还有我第一鸡 不要再一直歇嘛 好,我们当然我们雷霆之怒这把枪 我们先建个房间进去吧 然后就随便建个房 密码是250 我的密码一般不是250 就是123 小鸡进来 哇,好高端的密码 快点快点快,你来双城 我们进来再开双城了 你不急了 其实我不在商城了 我在个人仓库 来来,我们一起去仓库 看一下这把枪的介绍 小鸡念这把枪的介绍 啊,要我读吗 嗯 啊,枪太多 等一下让我翻一下 可以这样子 啊 其实这把枪除了啊 好像除了在猎场里面 下地加点钱和那个200%金也加成之外 没有其他的效果了 你能不能乖一点 你也要稍微正式一点 好不好 第一个伤害提升了 第二个 就是他可以发射连锁的闪电 就是大幅度提高了杀鸡金钱 这把枪呢 说实话 看这个介绍我们就知道 他打小怪是相当的合适 但他打boss就不知道 目前我还没有试过 然后第二个就是鸡业家 从土豪必备 是吧 啊,没错 啊,其实不是土豪必备了 小鸡必备 啊,其实我不需要这个吧 来准备吧准备吧 啊,我们先 我天赋都没有好吧 我天赋就大大 带夹一个天赋我也是醉了 真的 嗯,没事,够用了,够用了 哎 不是,天赋穷的一笔 哎呀呀 啊,天赋不用多啊 这个够用就行 烈播指兆我都有 都不知道有没有啊 穷的不要不要的 还继续 应该有吧 但是我们依旧给大家带来最新的爆料信息 当然呢 小鸡除了这个雷霆之怒之外 还有一把枪叫什么来着 啊,烈焰战神 是烈焰战神吗 不是炸魂吗 啊,呃 可能是我读错了 我数,数学不太好啊 你懂的 这应该是语文吧 来,我瞧一下 我数学是语文老师教的 哎,就是这样 这是僵尸的不是 莫非他们在利用尸体制造心情重视 我太卡了,好了 我来了 我怎么感觉我走这么慢 是这把枪重还是 这把枪便携度不是太高 因为它是一把机枪嘛 你懂的 哇哇哇哇 这这 哎,我 哎,我就不打 我先看你打 就可以看见这个闪电效果 这样的话 闪电效果会增加更多的金钱 我先看你打 对吧 闪电效果是每只加10块钱 只要在闪电效果的呢 有范围呢 这么爽 来了 小姐,我有这个闪电看着好爽啊 你看我呢 你看我呢 哦,各种加10块钱 大家可以看到刚才 啊,我觉得这个过了一会就没怪了 不是,你你你让我打一会 你让我打一会 你看看我的你会觉得很爽 真的 那我也有闪电效果嘛 哦,刚才也加了不少钱耶 这个怪多的话是相当合适的 但是我感觉这把枪便携度不是太高 的 的确 不好拿太大 哈哈哈 便携度 便携度和原来差不多吧 原来就这么 原来就这样吧 嗯 机枪你还能让他走多快 机枪里面走的色快的啦 其实我觉得上一次更新 更新了第一 更新了有一行天赋 不就是那个敏捷身法吗 我觉得敏捷身法就是给这些枪打了铺垫 就是他只要装了那个天赋 就走的快一些 嗯 其实敏捷身法是给那个用的 死亡练手用的 哈哈哈 死亡练手 火爆神军 还有雷条之怒 我觉得雷条之怒呢 包括我们一会新出的那个 我知道都有效果 战魂对吧 战魂的还是战神的 哈哈哈 啊没错都有效果但是 你懂的 往前面冲冲看 我没有多少血 我去瞬间就死 你复活币也没多少 这号好坑啊 这个往前面冲 你看一下他打 那个障碍物是多少 攻击就知道他对波子 我一眼不你 石门后面有一条通道 集中火力 怎么样 好像没啥输输 哎 机枪有着输输差不多了 好吧 啊 啊 死了 死了很正常 其实我觉得这把枪 唯一唯一最牛逼的优点 就是他加齐 对吧 嗯 差不多 其实大家可以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他把他打Boss怎么样 我还不知道 我要不我们去打一下 呵呵呵 莫似我们也看不出来 可以稍微的打一下 哇 这刷法这个闪电效果加钱 还是加的很爽 嗯 前提是只有慢刷有用 啊 这个输法也是 但是至少加点钱 我觉得这样 就是说 嗯 其实现在大家很多人 都有死亡猎手 和这个飓风之龙嘛 可是飓风之龙 打这个图的Boss还是蛮好 然后用 用雷霆 如果有钱的同学啊 可以买一把 但没有钱的同学呢 啊 还是基于拿点龙玩吧 因为我觉得我的龙也是蛮好的 然后 如果你想买的话 其实这个东西和龙抢怪 还是抢不过龙的 因为龙有龙严弹 他抢不过怪 但是 他能加钱 你看一下嘛 现在这边的清怪能力 就知道了嘛 两个人打 如果是两把龙肯定 那个的 肯定直接冲过去了 已经 还有龙比他走得快 哈哈哈 可是我觉得速刷也没事啊 速刷的话 我所有人都拿了 都拿这个全家的老多了 嗯差不多吧 攻击力会高一点 但是 懂得了 哎呀我 我是我我 我作为一个飓风之龙党 对吧我爱的只有飓风之龙 哈哈哈 不过说实话 多少回加点钱 再怎么 那个 但我觉得肯定要比龙多一点 龙是属于什么 龙是属于 墙很多怪的 但是你这把墙是属于 这么多怪 但是你能打很少一 不可能的怪 但能抢到更多的钱 说不了 嗯 且前提是有怪才行 你看两个人打的时候 那无所谓 要多一点 人多一点的话 几个人把门堵住了 那就不行了 哎你这样说也对 你说 八个人打 每次速刷 我都抢不到怪 拿龙都不好抢怪 八个人都花 不是你拿什么枪都一样了 八个人你拿什么枪 几乎都一样 嗯 这都抢不到多少怪 都是都抢不到多少 这是真的 哎不过他的子弹挺多的 我装了大弹夹 还有一千多子弹 不知道他买子弹是多少 看一下 你是什么天赋啊 你是不是大大弹夹呀 嗯 不是啊 我一千五百六十发子弹 你看你子弹多少 一千六百发 你在逗我 为什么你还比我多 我还装了大弹夹呀 哎 你没有机枪弹夹 不要这样子 不过我装子弹已经过多了 然后枪声的话也是比较帅的 土豪鸡 加这个 加银色的铝合板 听 什么声音 来打下boss 所有人戒备 看一下打屁股是多少钱 打你怎么那么行啊 什么屁股是什么 那叫菊花好不好 真是的 哎原来原来他叫菊花呀 天哪 哎他也会加钱的好吗 对啊这个也会加钱但是 哪怕谁不加钱 但是加的好少 感觉哪里有点不 感觉加的 怎么才打那个才30 打那打那边才30吗 我才22 21 我没有天赋 你有天赋 哦 原来是这样 我没有天赋 还走的比较慢 你是满天赋 我在几几好不好 我这输出应该不是太弱 因为他射速要在那边 不过打这个球肯定就打不掉了 哈哈 这蛋肯定打不掉 啊不过不错了 我们猜多少攻击力了好不好 聚分之龙350攻击力就应该能打掉了 那是我强大的分子一打 哎呦 哈哈 这下 那那小鸡那你总结一下他打boss到底 他打boss啊应该和极寒差不多属性 你感觉啊那我就信你的 但是他这个比极寒要多一点钱 就这么说吧 可能钱的方面跟那个 聚分之龙打得差不多吧 这么屌 那要看你打得准不准 很多机枪其实也可以打不少钱的 主要看打得准不准 像我们这种设法不是很精准的 哈哈哈哈 啊那就只能啊 只能多加练习了对不对 我那种感觉可以在一块好邪恶 我感觉他对boss似乎还喜欢 不过我觉得对这个小怪的时候出现太单纯了 好多 其实这个小怪按我以往的习惯 啊要我如果拿的是飓风之龙的话 我我使得喷他里面 龙云太一拨就清了 一狂热我就弄了 啊他是有狂热的 他这个没有下挂什么玩样啊 你怎么不下挂 人家怎么没有下挂 人家有闪电效果好不好 其实就是漏电了 因为改装失败啊 就导致漏电了 我记得以前切拔有个段子 就是说专修雷琴999漏电 然后雷琴999真的漏电了 变成了雷琴之怒 啊没错 漏电了所以怒了 雷琴999漏电 然后还有什么C4进水啊之类的 那个那个段子 结果真的漏电了 所以我还告诉他 啊我感觉这个 他 这只能打钱 打不出输出 这是什么节奏 你的输出比我高多了好吗 看来你设的还是买准的 那我们总结一下 对啊 就是他打这个小怪 就是钱是相当的多的 要比起他多一点 是吧 然后呢boss的话 就boss的话就就还行 不能说他炸 就还行 也没有说特别特别变 他至少能 他至少能打比较多的钱 用的好的话还是能打钱的 看一下他用弹道 打pvp怎么样 我就借个房 我觉得这个拿来打pvp应该很不错啊 不会吧 他提威力了 他这次提如果真的提威力的话那就很不错了 我说你你记不记得以前吉喊那把枪 吉喊你老老老老老拿来单挑吗 记不记得 然后经常能喷死 现在你拿吉喊你去跟人单挑你能喷死什么 啊这喷不死 密码二百五 绝对死不了 嗯 对啊所以说 就是二百五 你这个 其实吉喊那把枪 你这对二百五有多少情怀啊 别这样 其实吉喊那把枪我觉得这是不好的地方 就是说你要是提你就提吧 你干嘛把pvp给削弱了呢 这次雷霆也一样 我就怕太嚣壮 我们试一下吧 你感觉一下 因为我之前没有玩过雷霆 不是原来 原来雷霆已经够那个了 已经够弱了 真的他还能入到哪去 是不是你的意思 对啊 来先来看一下他的弹道先别打 这个里面的颜色是不是跟刚刚的不一样啊 对啊 刚刚的那种金子是那种发光的金 现在变成有点稍微的有点暗了 你有没有喷涂啊 你这喷涂都不带一个 亏的你还等级比我高 那没有喷涂 这太穷了 有没有点专业素的 怎么样 嗯这弹道应该没啥问题 跟以前有什么变化 跟以前有什么变化 可能差不多吧 那感觉他是往上飘呢 还是一个横线呢 嗯 你要不压枪的话 他会往上飘 稍微压一下枪就是那个了 就是一团了 哦 你刚才把我挡的打层就是实地血了 哇好凶 怎么会啊我只有实地血了 哎 这枪这么屌吗 打打一下我的头试试 你你你你打一枪头好吧 啊我打枪头你他的远 就这个距离吧 哇 这这这好像威力没咋提啊 怎么改成跟极寒差不多的数据了 啊 我说改版之后的极寒差不多的数据 极寒也是差不多一下子扣70多地血 原来改版之前的极寒一下子能扣90多地血呢 如果说没有有ac的话也能一下子扣90多地血 那你意思是说他他在pvp里面和极寒差不多 哎呦决定 对和现在的极寒差不多威力 b 但我感觉他打人怎么打的这么快 因为射速问题 哦就是射速快吗对吧 射速和弹道 哈哈不是他抱头也挺挺准的 射速的确好快啊 啊我果然不会用这玩意啊 因为因为你你适合点是知道吗 像我们女孩子就属于扫 啊 这好像没有没有太大的问题啊 哎没事不要这一点细节 但是我觉得他射速的稍微快点 但是没有我选我吧 哈哈哈哈 我拿一把机枪和步枪比 我觉得我这人也是比较逗了 啊我觉得这个用来团队打脸比较好一点 对啊团队直接在那无脑扫就是了是吧 对啊 还不用担心没子弹 哎小鸡你是不是有雷天999啊 政府的哈 没有啊 没有啊 乌游啊 那你当时出来的时候我就买吗 那你当时出来的时候我就买吗 梁西华 啊你这个 这个我出来也不一定会买 嗯 我小鸡其实没有多大的小鸡 其实其实我 我觉得我们忘记介绍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雷霆组件 啊没错啊 啊 走吧走吧走吧 你要再一次写吗 所以给大家说一下补充一点 啊我才想起来 就是说如果原先有极寒的 不对原先有雷霆的老玩家 原先有雷霆的 对他可以去买那个极寒的 不对我老扯了极寒的 极寒过不去了 就是买可以买这个雷霆的组件 是99块钱一个 然后呢你原先有雷霆99 加上一个雷霆组件 就会变成我手中的这把雷霆之怒 然后呢当然呢 如果你没有雷霆的话 直接购买的话是348块钱 哎谈到这个价钱 我又觉得略略的悠丧了348 其实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样子 他还是比较可以的 至少不像极寒的呀 以前如果说啊 就是说想想让他恢复原样都没办法 他这个可以 有些人不止一把雷霆 现在就这样呢 我记得金魂军 是不是三把雷霆99 哎有些人确实是的 有些人是买 之前最早以前出来买了一把 然后后来后面打把估计又中了一把 中了几把之类的 我一把都没有 好算感 不过其实我觉得以前吧 以前这个武器的价格都是不超过三百 现在超过三百三百了 让我感觉我彻底的穷了 真的 以前不超过三百 现在 我的心半两半两的 好了 主要他这个超过了三百之后 这时候啊感觉性价比没有上去 只是把武器做的比较绚丽而已 谢谢 谢谢 啊今天的 视频呢也就到此结束了 关注更多新版本的视频 请关注橙子和小鸡的优酷空间 优酷搜索小橙子点击 别优酷搜索鸡果果 更多新版本爆料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记得订阅一下哦 小鸡拜拜一下呗 好了 大家拜拜 拜拜